今天我们来做一道上面的菜 满天心 哎呀 咱们都知道 做满天心啊 主要是这个秋葵 咱们去焯 咱们放些盐 焯的秋葵呢 更翠绿 焯这个秋葵啊 半分钟就可以 被时间长了 长了就黄了 就泡汗了 这个从锅里捞出来 马上搁到凉水里 它呢 变得又脆又绿 现在带你去蒸山药 咱们山药啊 蒸好 就给它倒成泥 腿呀 切成厚片 就诞生了满天心 这么厚的片就可以 拿一个小碗呢 做模具 把这星星啊 摆进去 这呢 贴在这个碗壁上 蒸好了 咱们就倒成泥 那要把山药啊 这里头啊 搁上摩尔 吃起来香 再来一根肠 让它进上天花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山药泥啊 填充这个心里头去 一定要给它添满 压实 就这样了 咱们就可以翻过来 把这个呢 扣在这个碗里头 完了呢 一翻个 试着就是一个点缀 让这个满天心啊 更醒目 我做了两个满天心 换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热嘛 冬斗啊 咱们就缺点云菜 咱们给它加上 蕉啊 一定要匀匀的给它撒上 那我给它浇到边上 让它星星呢 更明亮 吃上了 就没有全焦上的好吃了 但是更漂亮了 它不一定东吃啊 咱们尝一口 那再一个星星尝尝 香味料 酱啊 美味 香味 几妹妹 可以试着做一下 小鲂粉 下天快要熬了 烧烤要开始了 来 尝个鲜吧 那我们就来个熟烤 要想辣椒烤的香 你就要把这个籽去干净 烤籽的时候一定要不能把这辣椒破开 一定要冲个豆 想辣椒带有香 就加个红茶 插进去 这样烤出的辣椒老香了 烤的时候容易掉出来 咱们就给它锁上 都给它锁好 割这个刀就从中间切开 一个是一个的切好就可以了 倒一个烧烤的辣汁 来点蚝油 那一定要搁对面 烤出来的味道更浓 记得辣椒面口感更清爽 添点酱油润滑一下 搁点油 运营锅把这都板上 一定要滴 很快就会熟的 咱看住了 就可以翻个了 看 炸 炸 黄了 咱们就可以刷淀了 炸一定要浓点抹的 挺香 咱们打点芝麻 漂亮 咱添点紫蘭面 烤味儿浓起来 我们满屋 飘着紫蘭的味儿 尝一个 里外 里外发烧